中台湾登革熱疫情發燒 目前台中有25例 其中就有4例在太平 不过地方却认为相关的防疫不积极 让当地居民是人心惶惶 这里将与多位民众齐俊发出怒吼 要求市府要全面消毒 防止疫情扩大 整个消毒 整个防疫都在台立 太平人一定爱来跟他们告 如果现在不做 疫情扩大了以后 是要怪谁呢 民众与多位里长发出怒吼 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回应他们的心声 因为台中登革了疫情发烧 大理爆发多起的病例 紧邻大理的太平 却迟迟没有进行全面性消毒 让当地民众很紧张 是很害怕 每一个人都会很害怕 所以希望政府赶快消毒 蚊子不会今天飞新龙 明天飞扶龙 它是飞到处会飞的 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个昆虫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防疫的部分 是应该很紧密的 比照大理 来这个全区的一个消毒 不要说只要哪一个理 有感染到才消毒那个理 这样子的话对防治来讲的话 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当地理长表示 全台登革了病例已经有50多例 台中市就多达25例 占了快一半 但市府消毒防疫的工作 进度仍然相当缓慢 生怕疫情会从大理及南区一带 扩散到太平 地方要求尽速全面消毒 我看起来是好像完全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我们既港也有派出来的发动 全保39例 通步进行 太平都逛一圈 街道的水 汇水龙倒掉 汇轮台也都清了 包括清的堆也动完起来 但是你只要动作做事 你没有全面消毒 根本是没有效的 喷药有两种 一个就是针对区块性的 比较全面性的一个喷药方式 那第二个是针对有案例 住家50到100公尺的一个 自清的一个喷药防治 所以这两个的喷药的方式 我们是完全尊重 就是CDC的评估 市府表示目前清雾炎热 且逢连日降雨 均为登革了防治的不利条件 不过仍然会分阶段进行环境消毒 这段时间也请民众 做好自家环境管理 积水龙气一定要清除 一统防疫作战 接下来全锋台中长报道